金融八堵分出所大門口 放上兩噸重的水泥十噸 上面寫著禁止跨越 2月29號晚間發生衝撞事件之後 警政署下令各派出所加強安全維護 那金融市警察局並以全面檢視各駐地安全 那將朝裝設兩根摸製型高強度鋼管之方向 盡速裝置安全組合設施 確保員警執行安全 為了防止各地派出所遇到類似衝撞事件 花蓮檢安分局派出所前放了三輛警用機車 台南派出所也用警車堵在大門口 就在各地警察局忙著加強防護的同時 疑似由某分局長下令 在群組通知要求員警值班 不要打手機 看劇 打遊戲 不只發文者大酸 出了事情只會檢討基層 也讓民眾覺得不妥 我覺得蠻不適當 而且應該說現在事情才剛發生沒多久 大家也還沉浸在那種很悲傷的氛圍中 這樣子突然下令應該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他們一些情緒 現在下令這樣只會打擊他們基層員警的一些士氣而已 而且就算是他們真的上班看手機 那一瞬間的事情也是來不及反應的啊 沒有看手機 他那天那種狀況的話 直接衝過來也沒辦法及時反應啊 再說他現在要做那個什麼要防撞那個也是多此一局啊 有發生事情才來做啊沒有發生都不用那個啊 八堵分駐所衝撞事件造成兩名員警來不及反應 金融市長謝國良也特別提醒正兵派出所也有類似的地形 三號晚間特別前往勘查 要求警察局做好車主維護 也希望警政署能夠跟各縣市合作 建立完整的維護措施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